楊永明批說 蔡英文在總統府舉行的國安簡報 竟然沒有軍方人士參加 這件事情嚴不嚴重呢 非常非常的嚴重 多嚴重呢 鬥搖國本 蔡同學的這個簡報 肯定有什麼東西不希望軍方知道 那問題更嚴重 首先要來看看一個國安的問題 這是嚴重的國安問題 真的 各位不要覺得 啊這個小事嘛 誰參加誰不參加 有什麼關係呢 就不要關閉 有什麼關閉 來 這則新聞是瘋傳媒的標題是 楊永明批蔡英文聽取國安簡報 沒有軍方人士參加 楊永明呢 應該是前國安會的副秘書長 或者是國安團隊 她是我在台大政治系的同事 她是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她也是我史達普中台大的學弟 我們有一些熟識 楊永明批說 蔡英文在總統府舉行的國安簡報 竟然沒有軍方人士參加 這件事情嚴不嚴重呢 非常非常的嚴重 多嚴重呢 斷搖國本 你說方畢一個會議有人軍方有沒有參加什麼關係 我告訴大家 他的最輕微的嚴重是 造成軍方內部一定相當大的不滿 這個跟杯酒士兵權 趙匡印的杯酒士兵權是一樣的意思 這是最簡單最低的層級 最高的層級是 蔡同學的這個簡報 肯定有什麼東西不希望軍方知道 那問題更嚴重 來我來分析一下 那面對這個楊永明 他也是國安的內行人嘛 他是前朝馬英九馬朝的國安團隊 所以他參加了很多國安簡報 他這樣批之後 總統府怎麼回應呢 總統府說 楊永明可能活在手搖電話的時代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說 現在你有沒有來現場參加有什麼關係 這是什麼時代了 有網路有各方面有這個 還可以派個 Chair GPT 來參加 他的意思是這樣 首先我要問你的是 那現場到的那幾個人都是沒有手搖電話的嗎 他們都是聯絡不上的嗎 他們都是摩登原始人嗎 一個元首的重要會議 首先從政治層面來看 他讓誰參加讓誰不參加 決定了第一個 遠近親疏 第二個 重要性 換句話說這件事情看在軍方人士的眼裡是什麼呢 你四軍統帥完全不尊重軍方 你認為軍方在國安會議當中不重要 別的不要說 我就說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們在媒體都待過 媒體的高層會議要誰不要誰 不要來的人也有電話對不對 重要的幕僚 他就算去採訪 如果這個會議很重要 採訪主任或者是總經理會怎麼樣 找人代辦他的會議把他叫回來一起開會 會不會跟他講說沒關係啦 你在外面用手機 我需要聯絡你的時候再聯絡你 要不然咱們視訊一下 可能嗎 一個會議 誰參加誰不參加 他有他的政治的重要性 他有他的指標重要性 所以這個會議不邀請 軍方人士參加代表什麼 軍方人士在蔡英文的眼裡是不重要的 是那種只要視訊聯繫一下就好 你不用來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說儀式性是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雙十國慶要舉辦慶典 文武百官就在家裡用網路就好啦 所以這個回答相當的外行 不但非常的輕率 輕挑 而且一點國家安全的概念都沒有 這個只不過是我認為在這件事當中比較輕的一個現象 最重的現象待會我再講 好我們來看看這則新聞 千宗的馬英九任正在國安會密 副秘書長的楊永明 他在臉書上抨擊說 總統府PO出了一張 最近蔡英文在府內聽取國安團隊簡報 但是出席的人員只有蔡英文的心腹 為什麼只有心腹 我待會兒告訴大家 更可怕的事情可能在後面 這件事情牽涉到內亂外患罪 好他說整個過程沒有國防部長 沒有國防部的官員根本只信任心腹 不信任專業 總統府對這件事情有了回應 怎麼回應的呢 他說國安會是利用軍方及時的整合同步資訊開會 楊永明應該是有數位落差才會有類似的發言 其實有網路視訊在30年已經都有了 照蔡同學跟她的團隊說法 那就根本不用開會了 對不對 行政院院會也不用開 也不用叫記者來了 大家在網路上聽取簡報就好了 所以我剛剛的分析 各位只要在社會上打滾過的人就知道 一場會議 要誰不要誰 這是政治啊 這是國防政治學 這是領導統一學 沒有被受邀的人心裡一定想說 我根本是比較不重要 我沒有做了 我小瘋的 對不對 我是總統眼中那個不重要的人 那重要的人會把他叫到跟前來開會 不重要的人在家等電話 要不然就上網 更不重要的人是兩個都不必 你都不用來 這是國安簡報啊 我的老天鵝啊 這是國家安全的簡報啊 我們再往下看 這則新聞說他還揶揄說 楊永明有數位落差 我不知道總統府的發言人 總統府的團隊 你們數位是有多高竿 高竿到 數位還可以整合人心 我們再往下看啊 總統府發言人林玉禪啊 什麼東東啊 這個人 相較於楊永明呢 他在這個擔任國安會副秘書長的當年 現在的這個國安團隊 可以及時掌握全盤資訊 與軍方同步聯繫並聽取簡報 總統府說可以理解楊永明在前任 國安會副秘書長任內並沒有相關的建制 別開玩笑了啦 任何一個相關的網路都有這樣的建制 各位去看 我在台灣大學的時候 我在實驗室當中就已經推了一套 叫做 You May Talk 的 E-mail 系統 你在 E-mail 裡面可以及時開會 就是現在的 U-meeting 什麼時候呢 二十年前 所以早就有相關的資訊 重點不在這裡啊 重點是這是國安簡報 我請問你 今天如果軍方將領在家裡面 跟總統四軍統帥進行簡報 他的妻子他的小孩 甚至他的朋友在旁邊或者經過 或者有人把他策錄下來 請問該怎麼辦 請問你該怎麼辦 這是數位落差可以解決的問題嗎 這是國家安全簡報 可以動輒用網路的方式嗎 我跟各位說啊 今天我在法庭中參與了網路市區的法庭 法庭內不是不准錄影錄音嗎 個別人不是不准錄影錄音嗎 如果今天我要錄 可以錄嗎 當然可以錄嘛 任何人透過網路在法庭出巡 出庭應訊 如果你想要錄影 你一定可以錄 你想要錄影你一定可以錄 但是法令說不可以 不可以我就不可以 好那其他人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國安這麼重要的簡報會議 政府的態度是說 軍方人士你可以不用來 你在家裡面因為沒有數位落差 你家用的不是手搖電話 你家根本沒有電話 你家是用鴿子 飛鴿在傳輸 所以你可以不用來 嚴重顯示我們的國安團隊 一點國家安全概念都沒有 好他就虧了楊永明說 你在那個時代可能沒有這樣相關的建制 所以你才會呢 認為說沒有軍方人員到現場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國安人員還虧說 那可能是手搖電話的時代 他忘了 好那在現在這個時代 有很多聯繫的管道 國防部跟國家安全會議 可以第一時間連上線 各位想想看 這麼嚴重的錯誤 是不是動搖國本 第一個 要誰不要誰 誰到現場來 難道現場的人都沒有手搖電話嗎 難道這些人都是飛鴿傳輸 所以必須來不及 所以必須到現場 來 他山之石可以攻措 以骨為敬可以知心體 以銅為敬可以正義觀 魏元在海國圖誌中說到 失疑之常濟以致疑 那時候魏元把全世界的其他各國看成是 蠻疑絕舌 所以他說失疑之常濟以致疑 來 先我們來看看在國際間國安會議 國安簡報是怎麼開的 首先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是全 我們把它做成全畫面 在歐巴馬時代開的國安簡報 長這樣子 裡面穿著軍服的就是軍方人士 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 或者是各軍種的總司令 好你說那是歐巴馬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川普時代 川普是個狂人 他覺得他很厲害對不對 他說了算 他的國安會議國安簡報 來 各位仔細看 有沒有穿著軍方衣服的軍方將領參加 如果你的眼睛很模糊 重要的事情要講三遍 重要的畫面要看三遍 來 我們再給一個全畫面 我們來看看 Joe Biden 他的國家安全會議 現場有沒有穿著軍服的人士參加 麥酒白鴻金 1450 817 還有犯罪集團 葉黃素忘了吃 我給你30秒去吃葉黃素 回來看照片 美國難道還在手搖電話的時代嗎 美國沒有最先進的網路視訊嗎 美國做不出那種反偵測 反監看 反錄影 反錄音的設備嗎 然後我請問 今天台灣國安單位的視訊簡報系統 可以防止現場的人錄影錄音嗎 可以你告訴我 有辦法告訴我用什麼樣的科技可以防止 現場錄影錄音 如果沒有的話 重要的國安會議 豈可以透過網路視訊的方法開呢 我們姑且不論這對軍方的感受是什麼 重要的國安會議 軍方竟然沒有受邀到現場參加 到現場參加的這些人全都是一些不懂軍事沒有打過仗 甚至沒有當過兵的人 最後我要講一件最可怕的事情是動搖國本的事 是不是犯罪集團的四軍統帥 有意的要阻絕軍方參加這次的國安簡報 那我請問你 我們順著這個邏輯往下猜 什麼樣的主題 不要軍方參加 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安全會議 不要軍方參加 什麼樣的國家安全會議 只要自己的親信參加 很簡單嘛 如果 不要軍方人士參加 就是一定有什麼秘密 不想讓軍方人士知道軍方人士不能參與的秘密 還有國家安全的問題嗎 這還是國家安全的範疇嗎 非常可能是什麼 再開一個逃跑計畫 各位我不是在亂講 真的我不是在亂講 來我們來看看蔡同學 在上任之後沒有多久接受CNN的訪問 CNN訪問的時候問他說 台海發生戰事接下來台灣該怎麼做 蔡同學怎麼說 我們要有抵擋24小時的能力 然後世界各國就會慢慢的 就是就會逐漸的來支援台灣 所以我們要有獨立抵擋24小時的能力 這話聽了會不會毛骨悚然 各位24小時能做什麼 24小時只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四軍統帥透過橫山指揮所逃亡 我請問你什麼樣的國安會議會是親近人士參加 而不要國安的軍方人士參加 你不會覺得毛骨悚然嗎 來你可能說彭P你新生願對俠願報復 所以你講的話沒評沒局 來我們來看看蔡同學在上任沒有多久之後 接受CNN專訪的這一段經典的 而且是觸目驚心的訪談 China invaded tomorrow Would you count 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to be there Our defences are well prepared for an attack at any time for any situation where we would need to fend China off for 24 hours So looking at Taiwan's defence capabilities for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e are capable of holding off any first wave of attacks 所以我认为中国自身的第一波的攻击 它应该接受到国际的压力 和自己的经济的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 以后我们自身的第一波的攻击 其他国际全世界会站在一起 和对中国的攻击 看完这个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纳税期快到了 你的税是不是丢到淡水盒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是不是一个内乱外患的可能性 我要是今天 我是立法委员我就来咨询 国安团队请问你们 来全部来立法院 你扮演什么角色 所以你必须到场参加国安会议 你又扮演什么角色 你要到现场去参加国家安全会议 你告诉我 这场国家安全会议的主题是什么 方向是什么就好 我不要你内容 你告诉我方向是什么 其实我根本就要你的会议记录 为什么 因为你说连视讯开会都可以表示什么 表示内容不重要吗 内容早就已经泄露出去了 所以既然可以泄露 对外泄露透过视讯 因为透过视讯的另外一端 你没有办法掌控 他们录影录音嘛 所以既然内容不重要 你为什么不对全国的整个国安会议 其实最重要的人是人民呢 你为什么不向人民简报 你为什么不向立法委员简报 所以什么样的话题 在现场参与的所谓专业人士 你是什么专业 你必须比总统府不邀这些军方人员 你的身份比军方人员更重要 必须到现场去做简报 我一个一个问 这是动摇国本的事 各位你想想不觉得毛骨悚然吗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